到蛮久没来聊新冠的话题了 那么之前聊新冠是鲍娃尔他因新冠去世 美国媒体把报道的重点放在鲍娃尔是完整接种了mRNA疫苗之后 依然是重症去世 那么疫苗到底有没有用的问题 这一回我们来聊一下之前也非常多提过 从症状上面我们得出新冠病毒不单单是伤害人的肺 男性功能系统神经系统 说到神经系统就要讲到新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 跟别的流感不一样的症状 就是让患者可能长久的甚至到现在为止 我如果不责任的做个猜测可能是永久的 丧失味觉和嗅觉 这个属于说出来专家学者都非常的敏感 因为这个肯定涉及神经层面的病变了 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下新冠对于神经的话 对于大脑的危害 首先之前我们讲过Jama出了一篇文章 在这个做了3743名患者 他有这个神经性的类似的异常也好 不舒服也好 其中大部分自肃的最多的除了headic头疼之外 就是anasmia和agosia 就一个是味觉丧失 一个是嗅觉丧失 这两个再往下 就是这个急性脑炎 acephalopathy 抗马昏迷 中风之类的东西 那么我们听到这些 我们国内病例本来就少 但是对于这些重症患者可能出现什么症状 如果大家回想中南山院士之前讲 有四位重症患者最后上了夜克膜 心肺体外循环救回来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也经历过神经性的损伤 而且就这上面的百分比来看 3743名患者里面 3083% 82% 都有各种各样的神经异常 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 所以说从症状的统计上 科学家得出一个结论 新冠应该很有可能对人类的神经系统有害 那么由于WHO在整个新冠防疫中间 协调医疗物资 让各个国家之间不要有科研壁垒 贸易壁垒 新冠医疗物资输送的壁垒都比较困难 比方说美国海关有个资产家 听说巴巴多斯这个国家只有4台呼吸机 就捐了20台给他 本来要是发展这种国家 结果这20台还被美国海关给扣了 WHO这个都不能协调的话 怎么能够良好的协调 全世界统筹规划 或者说大家把每个国家 你们自己的病例 到底多少重症 多少重症 全部都报上来 什么患者性别年龄 病死之后的育后之类 这就回到了我多次举着这个例子 印尼之前有一次 WHO说你要把你本土发现的病毒贡献出来 让全世界研究 美国想拿这个病毒去做疫苗 最后印尼是在WHO向全世界说 我对我本土国民身上分离出来的毒株 宣誓主权 因为你们大国家拿去做了之后 钱你们自己拿 还要卖我贵 上面还要写什么 经由印尼的病毒研制而成 黑锅全我背 好处全你了 所以说这个不能达成的地方 再看一下第二张图 伊朗的科学家德黑兰 他们找了8438名患者 其中看到41%是经历过嗅觉丧失的 40%了不得了的数字 这个数字只能说再一次 还是要感谢伊朗科学界也好 民众也好 41%经历过嗅觉丧失里面的 18%是完完全全的 一点嗅觉都没有 不是你像我们平常感冒上风 晚上的时候可能感冒的症状 鼻塞比较明显 什么东西都闻不到 吃什么也没味儿 早上起来 特别中午的时候 好像鼻子痛了一点 吃什么也有点味道 他是完全的嗅觉丧失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严重 英国给出的实验结果也让人非常担忧 62%的患者是有脑供血不足 中风还有脑出血之类的东西 10个人一共125个人 10个人那是8%这个样子 他们从有一些神经疾病的症状 变成彻彻底底的精神病了 就是出现有像人格分裂 痴呆癫痫等症状 由于感染了新冠 导致中风 导致痴呆癫 这个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说 可能是闻所谓闻的 但是英国的专家现在已经报道了 同时对于那些 经历了味觉丧失和嗅觉丧失 后面能够恢复的 你也未必能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 我不说你恢复成百分之百的功能 你还可能恢复错了 比方说 这个Nature上面也讲了 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本来闻什么味道是正常的 后来恢复过来 闻什么味道不正常了 闻什么东西都是unpleasant 和different from how they remembered 话讲的非常的委婉 说闻的味道令人不愉快 而且和原来的味道不太一样 底下人自己说话就比较直白 说闻什么东西都像腐臭了一样 这个也有个问题 就是现在学姐的争论 说你到底因为什么得了新冠之后 照理说你恢复 你闻到东西 说明你这个神经在重新恢复功能 那么恢复功能恢复错了 是什么原因 我看到有两派 一派认为是神经紊乱 一派说是对浓度的判断是不稳定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的嗅觉是一个很奇妙的功能 一种物质的浓度不同 可能给我们的嗅觉带来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说这话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香水里面的很多物质 假如浓度适当的话 我们闻起来是非常开心 假如这个浓度高得不得了 那就刺鼻甚至难闻 甚至是恶臭 味觉也是一样的 就是甜的东西 假如我们适当的话也觉得挺好吃 你如果是全是糖 甜的不得了 那就甜的发厚了 甚至发苦 那也就是说 他的感官在恢复的时候 就恢复成了一个比别人更灵敏 或者更不灵敏的一个样子 他们要进行重新的叫味觉规范训练 给你闻这个东西 告诉你这个味道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具体怎么搞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 所以说造成的影响是比较恶劣的 我们可想而知 有这样的结果 无论是对那种完全未嗅觉丧失的患者 还是说未嗅觉恢复的奇奇怪怪的患者来说 都会是严重影响他们生活质量 Nature给出了三个负面影响因素 第一个是他们如果吃到了腐败的食物的话 他们不知道那个玩意坏 第二个就是他们如果生育的话 对孩子 因为人类和自己的孩子之间 闻到自己孩子身上的味道 它会产生一种额外的亲情 会刺激人的这个激素分泌 那么你会更喜欢你的孩子 那么就疏远了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对美国说的 如果说宏观的百分之什么八十几也好 四十几也好 反正都是不小的数目 你别管许保夸乱怎么着 而且专家发现这并不是只有中症和重症患者 才有这样的神经性疾病的话 那么那些轻症 而且是年轻人也有的话 症状不明显 但存在会成为危害社会 动摇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 当然对于美国来说 也另外一方面就是 穷人反正整个医保系统也不是为你服务的 你又没法证明说自己现在出现了一些 如果你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话 你没法证明说自己现在出现了一些症状说 这是由于新冠导致的 你这个国也不可能扔到美国政府身上 你最后选择的可能就是 没办法 Live your life 你就是继续过你的生活 吞下这个莫名其妙 不知道哪来的 就是自己的这个食育系统发生了一些问题 嗅味觉的功能 莫名其妙的丧失 或者极度衰减 或者直接变成了 吃什么东西多少带脸臭 大概这个意思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些是症状 现在发生的这些症状 科学家同时也找到了一个可能能解释 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的原因 Nature Neuroscience 也是Nature的子刊发了篇文章 说发现新冠病毒其中的一个蛋白 能够影响人大脑中一种非常重要蛋白的功能 大脑又没有骨头又没有肌肉 肯定很多蛋白质 而且我们想到 现在我们花很多精力 全世界栓家都花很多精力 研究了阿兹海默也好 老年痴呆也好 一个非常主流的学界猜测 就是蛋白质的错误折叠 这个名词 当然就是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但大家可以简单的设想 你的胳膊是这样的 但假如你的胳膊脱臼了 那你这个胳膊是不是就没有功能了 你得把它接回去 否则你这个东西就错位 这不懂用 或者说你的胳膊因为有一些外伤 你胳膊就往外拐 那你得就骨科把它接回来了 不然你的胳膊就 你是只能这样 蛋白质也是一样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在这个过程中 这篇文章发现 说影响这个蛋白质叫做NEMO 它是个简写 这边叫NEMO 那个NEMO蛋白重要 就是它是借导细胞凋亡 和防止细胞癌化 什么叫凋亡 凋亡跟死亡有区别 凋亡的英语叫Aptosis 意思是设计的死亡 而细胞死亡就叫Neprosis 是希腊语里面就是死的意思 它是自发的 一个是我设计好让你死 一个是你自己死 在我们的身体中 有各种各样的系统去 借导或者说引导 或者说指导 我们的细胞去凋亡 而不是让它自己死 因为如果让它自己死的话 它可能产生了 这个有害物质 或者说突变 什么东西就不可控 让它凋亡更符合 维持我们体内环境安全 和有效运行的 一个最大利益 是这样的 这个NEMO蛋白 还是在人的脑部 新冠病毒 现在学姐也在争论说到底怎么回事 反正可以知道的是 它通过某种方式 是突破了血脑屏障 就是我们的体循环 血液和脑部的循环 它是有一套机制格子的 除非你像什么寄生虫 可以机械的 我就突破 突破这个屏障 直接过去的话 你像小的分子 基本是要被挡在进入脑部循环之外 是进不去的 新冠病毒怎么进去 我们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能进去 同样能进去的 鼎鼎大名 在人类利益上 对人类危害排得上号的 另外一个就是悉尼罗病毒 它一开始是在乌干达发现了 这个病毒非常的可怕 在于它可以感染鸟类 然后人和马是它的偶然宿主 然后它还是通过蚊子传播 被蚊子叮咬之后 传播这个病毒 最后可能会严重化 这病毒到脑子里面 然后得脑膜炎 急性脑炎致人死亡 这是非常可怕 所以现在新冠可以同样的脑子里 是科学家这次是正儿八经的实锤 说影响的是尼莫这个蛋白 当然了 它不是说只影响尼莫 现在发现了影响尼莫 而且尼莫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借导细胞凋亡 还有抗癌化的 那么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在这张图里 我们看到在右上角 有一个像音量条一样 越来越多的 写的是M Pro M Pro就像这支新冠 大概这个意思 新冠的浓度 如果越多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图有四列 在这个新冠的音量条 也就是浓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55和34这两行 越往右 新冠浓度越高 它这个痕是不是就越粗越黑 越粗越黑说明什么 说明尼莫这个蛋白被分解的 也就越来越多 它的分解 跟新冠病毒的增加 是成正相关 那么这个造成的影响 科学家猜测 首先尼莫蛋白 才是借导细胞凋亡的 它如果不能良好的 借导细胞凋亡的话 那么在大脑的这些微环境下 就会出现局部的缺氧 举个例子 这个是大脑放大抽的图片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非常多的神经元 大脑是非常好氧的 而且一旦缺氧超过一段时间 它的这块地缺的功能将受到 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叫不可逆转伤害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窒息的人救回来 之后它变成植物人 这个大脑已经脑死亡了 之类是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A图这么细密的 像树根一样的 B是放大之后 这一小根一小根都是血管 这些血管会带着新鲜的氧气 扩散到旁边的空隙中 也就是旁边的空隙没拍出来 其实就是我们大脑中需要氧气 来工作的那些东西 如果说NEMO出了问题的话 大脑的微环境 就会发生广泛的缺氧 然后下面可能牵扯的 就是一些更学术的东西 什么糖鹅 轴突的这个蜕心病变之类 大家不用理解 反正简单来说 NEMO出了问题 会让大脑里面这些血管不能够良好的运送 足够的氧气 给大脑的每个部分去工作了 而一旦不能够运送足够氧气 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大脑的某个部分 可能就失去功能了 而且失去功能是不可挽回的 这个非常可怕在于 大脑虽然能够感知到 比方说天头痛 阵痛 我们知道三叉神经痛之类的东西 它对缺氧是有感知的 但是由于缺氧的是微环境 大的 比方说我们直接呼吸 通过大的血管 向大脑运输的氧气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人的主观感知 并不能够反映大脑的微环境 你像这个显微镜下面这么小 是吧 你就是你不知道 你的大脑现在已经是缺氧了 遭受新冠的攻击 已经出了问题了 最后现在在联合 神经症状比较明显 比较严重的患者 他们的外部表现 科学家认为和阿兹海默 和老年痴呆比较像 甚至有三十几岁的患者 老年痴呆也非常严重了 因为新冠 那么如果把这个图放出来 大家比较一下 右边是正常人类的大脑 左边是得了阿兹海默 重症患者的大脑 这个非常明显的看出区别 如果不用专业的术语来说 你只能说它缩掉了 类似这个意思 沟壑比较明显 我们用人话来说的话 现在科学家能够解释的 就是这一个通路 认为它影响了这个尼姆蛋白 尼姆蛋白是影响细胞的凋亡 和阻止细胞癌化的 科学家没有理解的是 他是怎么能突破血脑屏障 因为他的前任 新冠新冠 他是新的冠状病毒 他的前任也大名鼎鼎 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还有SARS 这两个之前也是有报道 会对患者造成神经性损伤 但是也没有新冠这么夸张 新冠美国报的82% 英国报的41% SARS只有0.002% 而MERS的0.4% 那科学家有的认为是 这不是认为SARS 或者他的中东呼吸增和症 还不能对人的神经 造成足够的影响 是因为他致死率太高了 直接就是人影响肺 不能呼吸人直接死了 你没有办法去区分病理上 你到底是肺功能损伤 让大脑直接缺氧 导致神经损伤呢 还是你像我们现在说了 影响什么蛋白 在去微环境 在搞小的 你直接就缺氧损伤 所以现在也分不清楚了 之前历史上的东西 我们也现在 你们在找几个患者来研究 SARS也销声医疾很久了 现在科学家不了解了 就是你怎么去突破 嫌疗屏障 第三个科学家不能理解的就是 那些无症状感染者 年轻人 他连最基本的 我们所期待 得了新冠应该有什么咳嗽 高烧恶心都没有 但是出现了神经病变 照理来说 年轻人应该什么免疫力强 精神在些快 什么代偿能力比较强 营养条件也好 恢复能力也强 但是在神经疾病获得之后的 严重程度上 并没有表现出 新冠对脑损伤的免疫 这个比较可怕 那这是几个科学家 现在不病了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视频 我们聊了一下这个 就是明确了 之前我们留下的问题 说新冠它对人的大脑 对人的神经系统 到底是怎么损害的 科学家现在提出了一个通路 也让我们更加明确了 新冠并不是像国外很多 特别是像什么日本 包括英国 英国卫生大臣 跟所有民众说 我们现在准备这部防疫了 完全开放 我们准备承担后果 后果是谁来承担 他估计是不会承担 所以说看待新冠 看待防疫 希望大家看这个视频之后 如果带走一句话的话 就是新冠和流感 不是一个东西 不要去冒这个显觉的德行管 无所谓 代曆 优优独播剧gunt